一个画面带你们感受一下兰州手抓羊肉到底能有多香 今天我们在兰州小溪湖吃一个羊肉手抓 46一斤熟羊肉啊这个价格太炸裂了 兰州这个手抓市场真的是累卷的不得了 来了一大早送羊的来了 今天送多少个羊啊 今天40个羊 40个羊 对 这个是什么品种 东乡的羊 40个羊 做手抓不用后腿是吧 这本乱不用后腿 后腿现在不入味儿没人吃 踩得很 东乡的羊啊 做手抓的羊一般就是他们讲的小伟韩羊 就是绵羊的一种 堆成山的羊肉 手抓店啊我们拍过很多啊这种打包手抓头一回拍46一斤的羊肉手抓更是头一造牌 这个46一斤赚钱了 这个46一斤赚钱了 赚的不错 跑得亮只要买得亮 哦 走亮不利多香啊 46一斤熟羊肉啊兄弟们 送过来的羊大蟹拔块 羊腿一般就拿过去刷火锅做烧烤是吧 对对对 这个羊嫩的啊 嗯 几个月 这大概就是个十个月 十个月 嗯 小西湖做手抓的全是里面冬夏人了啊 对 冬夏人抓真重一些 打羊排 哦 这就是你的秘方啊 对 煮羊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花椒跟盐 花椒去腥啊 对 现在弄点热水 把这个香料给香味激发出来 草果还有是吧 嗯 其实调料啊 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啊 羊最关键 洗好的羊肉下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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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羊前腿 羊被子 这一锅是六只羊 这个羊要煮多久啊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啊 对 一大早还是蛮冷的啊 头两天我们跟很多兰州吃货也聊过啊 他们讲不是东乡人煮的手抓啊 就不是那个味儿 然后禁远人做羊肉炒肉片好吃 你说这个事儿神奇不神奇 再有就是兰州牛肉面啊 出了兰州好像也不是那个味儿了啊 除了手抓羊肉啊 他这还有白斩鸡 他们管这个叫白斩鸡 这个料下的是真猛 48一直 锅开打完浮沫下调料 一勺盐 好羊肉 一把盐 加点花椒 盐跟花椒是最主要的啊 煮了一个多小时的手抓羊肉啊 这个大羊排太对劲了啊 好羊排 好羊排 手抓羊肉就得吃热的 这一块得有多少钱 这一块六斤左右 六斤左右啊 六斤左右啊 再买不到 漂亮我们一会搞个前甲吃吃 这个大哥好像买了很多啊 大哥你买多少手抓 买了二十几 几个人吃啊 十来个吧 这是羊排 今天我们吃个前甲 前面那个小腿给我留着哈 嗯 就是一斤了啊 整整一斤 好嘞 热气腾腾的手抓羊肉 好九点钟吃手抓是什么样一个感受啊 一斤 来 手抓手抓吧 直接用手抓了啊 哇 香的了啊 太香太香了啊 永远要相信西北的牛羊肉啊 嗯 其实他什么都可以不蘸啊 就直接就很好吃啊 再把蒜 我在兰州吃手抓第一次吃这个前腿啊 前甲啊 之前都是吃的羊脖子 羊那条啊 拿点辣椒油 啊 加了点醋 其实打包是抓店啊 就是打包回家吃的啊 然后我们在门口搬了一张桌子啊 哈哈 因为要吃趁热的吧 哦 刚才好多师傅啊 十斤二十斤的辣啊 啊 爽 我给你们的建议啊 来兰州 第一件事情吃牛肉面 吃完牛肉面 下午吃一个手抓羊肉 太得劲了啊 以前我们来兰州是很少有这种打包手抓的啊 打包手抓 他把这个整个手抓的行情啊 直接价格给打了下来啊 因为他打包手抓成本低 像小西湖店里头有 六十八的七十八的八十八的 他这个只要四十六啊 我觉得味道是大叉不叉的啊 嗯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他降低了很多成猛的 一个是服务员的成猛 对不对 啊 香香香 再来一块 腿子的肉啊 就要更热一点点 这个热气有没有帮你们缠到 蘸点辣椒油 一定要来南州小西湖吃手抓啊 太香了